好,同学们,咱们接下来看下的这个词,这个词叫做什么,Levandarsi,Levandarsi,那这个词的词性,这四个字母,大家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啊,那在咱们前两课学的这个词汇当中,出现这类词的频率非常非常低,可能你前头就见过一个啥,Yamarsi,有印象吗,名叫什么什么啊,那但是这类词呢,它也是什么词的一种,也是动词的一种,那大家先把这个C去掉, 我先不看,你先看前头这一部分,Levandarsi,那Ar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动词的后缀,对不对,然后再有你再看一眼,它的意思叫做起床,那起床肯定是一个动词,那么这类词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自负动词,自负动词,自负动词呢,就会用这四个字母来表示,Verbo,刚才那个Verbo给去掉得了,好,那这类词呢,就是自负动词, 那它也可以叫做什么,叫做代词式动词,代词式动词,好,它为什么叫做自负动词,或者代词式动词呢,那之后通过Oli给大家讲解,大家就会明白一些啊,好,本来这一点语法呢,应该放在第四课来讲,但是呢,咱们第三课就出现了大量的自负动词,代词式动词, 那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提到了第三课,好,代词式动词,自负动词,Verbos pronominalis,那什么是自负动词,什么是代词式动词呢,那对于这类词的理解,就这么两句话,是逐语发出来一个动作,又返回到逐语本身,大家单听这两句话,是不是觉得非常纳闷啊,那接下来呢,Oli给大家画一个图, 通过一个图呢,来帮助大家理解啊,那咱们先想想,什么是集物动词,集物动词是不是发出来一个动作,然后作用于一个人上,或者是作用于一个物上,那是不是就没了,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拿中文来说就行,那比如说我抬起一张桌子,是不是我发出一个抬起的动作,我作用于哪儿了,我作用于一个桌子身上了,那是不是作用在一个物上,对吗,好,然后再接下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 我把Santiago抬起来了,对不对,那我很牛啊,我把Santiago抬起来了,是不是还是我发出一个抬起动作,我作用于哪儿了,作用于一个人上,是不是作用于Santiago上,那是不是直接发出来一个动作,作用在物或者是人上,然后再接着,那什么是自负动词呢,那你看还是我,我发出一个动作,又返回于谁,返回到我本身,那主语发出来一个动作,又返回到主语本身,那比如说, 还是抬起那个词,原来我说,我抬起一个桌子也好,或者是抬起Santiago,抬起别人也好,那现在呢,我发出来一个抬起动作,我返回到了我自己身上,那也就是说,我抬起了我自己,对不对,那么我抬起了我自己, 这咱怎么理解呢,是不是比如说,我原来坐着来着,或者我蹲着来着,那我把我自己抬起来了,这叫做什么,起立,对不对,那原来我躺着来着,我睡觉来着,那我发出一个抬起动作,这叫做什么,起床,所以,这就是这个所谓的代词式动词,字负动词, 那通过刚才老师给大家讲解呢,那这个字负动词构成是什么,目前这个阶段,大家见的比较多的是,急误动词,加上一个字负代词, 急误动词,急误动词,是不是代表这个有人发出来一个动作,那这个字负代词,是不是就代表什么, 字负代词,是不是代表它又返回到主语本身,又返回到我本身,那所以,这就是它的构成, 那我相信大家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说,那么不急误动词,能不能加上一个字负代词, 来构成字负动词呢,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还能理解成, 主语发出来一个动作,返回到主语本身吗,这你就不行了,那这个意思你只能怎样,只能去记它, 所以,这节课咱们主要讲解的是哪一种,主要讲解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理解的这一种, 就是说急误动词,加上一个字负代词,那就代表这个动作, 发出来又返回到主语本身的这一种,你是可以猜得出来的, 那像不急误动词加c,构成的字负动词,之后词汇当中遇到, 那会告诉大家什么意思,让大家着重去记忆, 但是它们的展现形式都是一样的,那比如说, 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iamarsi, 咱们第一课是不是学过,第一课学过啥, 是不是como te llamas, me llamo Olivia, 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Olivia,当时我只能说, 啊,那你就只能记,我叫叫Meishamu, 你叫是Deiyama,他叫您叫,是Seiyama,对吗, 今天咱们就得具体来看一看,到底它是怎么理解的, 首先一个,咱们先从意思上来理解, 那你看Yamarsi的形式,那是不是一个动词, 它后边加了一个se,这就构成了一个什么, 代词式动词,那你是不是也就明白, 为什么这类词它叫做代词式动词, 是由一个代词来辅助着, 由一个代词来辅助着, 来构成一个字符动词, 所以它叫做代词式动词, 那再有,为什么它也可以叫字符动词呢, 因为这个Seiyama, 它这一类代词叫做字符代词, 字符代词, 然后再帮助一个动词来构成一种词, 所以它也叫做字符动词, 所以你给它称呼为哪一个都行, 那么Yamarsi它怎么就成了, 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什么名字呢, 是这样的哈, Yamarsi它有叫别人的意思, 叫别人, 那比如说叫你, 喊你, 甚至于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是不是也是通过电话的一种方式来叫你, 对不对, 那么Yamarsi加上一个字符代词呢, 那是不是它主语发出来一个叫的动作, 那又返回到主语本身, 我叫我自己, 那我叫我自己, 那最多频率的应用于什么, 是不是我自己叫什么名字, 名叫什么什么, 我称呼我自己为什么什么, 它是这么来的哈, 好, 然后再有, 你像这个形式知道了, 再接下来, 大家要知道, 在一个句当中, 咱们动词是不是变位啊, 那你单看这个Yamarsi, 这个动词变位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Yamarsi, 它变位是不是规则的, 对吧, 那在我上, 那它就是啥, Yamarsi, 规则变位, 在你上呢, Yamas, 他他您呢, Yama, Nosotros, Yamamos, Vosotros, Yamais, 然后再接下来, 它是不是得加上一个字符代词, 它才能怎样, 它才能构成一个字符动词, 那这个字符代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上, 它只不过是一个字符代词的代表, 它是怎样的, 它是激动的, 不是那个激动, 而是这个激动, 什么叫做激动呢, 也就是说, 它是可变的, 它要与动词的主语, 时刻保持一致, C的变化要跟动词的主语, 时刻保持一致, 那为什么它要跟动词的主语, 人称保持一致呢, 是不是人发出来一个动作, 又返回到人本身, 是借助C来体现, 那我发出来一个动作, 返回到我本身, 那这时候字符代词C, 是不是要跟这个我保持一致, 那你发出来一个动作, 返回到你本身, 是不是要跟你保持一致, 那同样的道理, 他他您, 他们他们您们, 我们我们你, 我们你们, 是不是都是要发出来一个动作, 返回到那个人本身, 所以C它是可变的, 那这个C呢, 它也就有几种变化, 六种变化, 那你看在我上, 它是谁, me, me, 一看这个me这个样, 感觉就像我, 对不对, 那在你上呢, de, 他他您呢, say, 然后再接着我们nos, 你们os, 他们他们你们say, 那也就是说, 只有第三人称这个字符代词, 才是谁, 才是say, 这是巧了, 跟他那个代表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第一第二人称, 他都是谁, me de nosos, 能明白这个意思不, 所以说, 这个代词是动词的构成, 就是动词, 然后再加上字符代词say, 动词在一个句子当中, 如果需要他变位, 是不是他就正常去变就好, 那这个say呢, 它只是一个字符代词代表, 它是激动的可变的, 它要根据谁去变, 动词的主语人称去变, 所以说我叫, 这是me llamo, 大家可以跟我读一遍啊, me llamo, me llamo, de llamas, de llamas, se llama, se llama, nos llamamos, nos llamamos, os llamais, os llamais, se llaman, se llaman, 诶, 好, 然后我相信大家还比较好奇的一点在于哪, 是不是就是这个字符代词的位置啊, 那这个字符代词的位置啊, 大家一定要先不要着急, 先记住这件事, 不论动词是何种形式, 它永远跟动词主语人称保持一致, 在我上是什么来的, me, 对吧, 然后在你上是什么来的, de, 他他您呢, se, 然后我们, nos, 你们, os, 他们他们您们, 是不是se, 然后它的位置是放在哪呢, 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与之分解, se, 放在变位动词前, 与之分解, 那也可以放在哪, 圆形动词后, 动词圆形后边, 与之连写, 这两种形式都是对的, se, 它放在变位动词前, 与之分解, 圆形动词后, 与之连写, 这一点呢, 之后我也会讲, 先让大家造几个句子, 或者是变几个动词, 来练习一下, 那大家看一眼, 这个levantarse, levantarse, 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什么, 起床, 那levantar, 这啥来的, 这是不是抬起的意思啊, 抬起, 抬起个人, 抬起个桌子, 对吗, 那么levantarse呢, 它是什么, 抬起自己, 这是不是起床起立, 那刚才我说了, 那你在一个字符动词当中, 你这个动词要变位, 那你这个se, 要跟着动词主语去变, 位置, 我给大家放在这, 会慢慢的熟悉, 那你看levantar, 在我上它应该怎么变呢, 规则变位, 是不是就是levanto, 那这个se, 主语它要保持一致, 跟这个动词主语保持一致, 这是不是我, 那它又放在哪, 变位动词之前, 你这个levanto, 是不是已经变了位了, 所以说, 我起床, 我起立, 那就是me, levanto, 那么在你上它应该怎么变, 那动词变位, 那是不是就是levantas, levantas, 规则变位, 对吗, 那这个se在这儿就得变成谁, de, 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所以它就是te levantas, 那他他年呢, 就应该是se, 动词也要变位, levanta, se levanta, 那我们呢, 是不是nos, 那levantarse在我们上的变位, 是不是levantamos, nos levantamos, 那么你们呢, 那是os levantais, os levantais, 最后一个呢, se levanta, 这才是起床, 这才是起床, 或者是起立, 那大家在跟我对面, me levanto, me levanto, te levantas, te levantas, se levanta, se levanta, nos levantamos, nos levantamos, os levantais, os levantais, se levantan, se levantan, 好, 这这个levantarse, 那整个展现出来的形式,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大家记住了吗, 大家请再跟我回想一遍, 加强一遍预感, 在我上是怎么编的, 是me levanto, me levanto, 你呢, 你起床, 你起立, te levantas, te levantas, 他起床, 他起立, se levanta, se levanta, 那我们起床, 我们起立, nos levantamos, nos levantamos, 你们, os levantais, os levantais, se levantan, se levantan, 好, 就这个levantarse, 然后再接着给大家看下一个词, 咱们书上也出现了, 叫做peinarse, 那peinarse这个词当什么讲, 它当的是啥, 书头, 那它也是一个代词式动词, 那就意味着什么, 我诸语发出来一个动作返回到诸语本身, 是不是比如说我, 我发出一个书头动作返回到我本身, 是我给我自己书头, 有同学说好麻烦哦, 那如果说要不加这个se呢, 那不加这个se, 那是不是就是别的意思了, 对吗, 那就是我发出来一个书头动作, 我放到别人身上了,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给别人书头, 我给三立书头, 所以beinarse它才是给自己书头, 那咱再把这个动词变一下, 如果真的说我书头, 这个se它应该是啥, me, 对吗, 那你这个动词它也是规则变位, 那它在我上应该是什么呢, 是不是beino, 你这个重音能不能读准, me, beino, 那在你上呢, 是不是de, 然后再接着beinas, de, beinas, 他他您呢, se, beina, 那我们书头呢, beinamos, nos, beinamos, 那你们书头呢, os, beinais, os, beinais, 他们您们书头呢, se, beinan, se, beinan, 这才是自个儿书头, 好, 这是这个书头, 那大家呢, 再跟老师回想一遍, 再多读一遍, 我书头是me peino, me peino, 你书头, de peinas, de peinas, 他书头, 您书头, se peina, se peina, 我们书头, nos peinamos, nos peinamos, 你们书头, os peinais, os peinais, 他们您们书头, se peinan, se peinan, 好, 这是这个 peinarse, 然后再接着, 再连一个, se peinarse los diandes, 这个稍微有点长, 那你看这个, los diandes, 先告诉大家, diandes, 这是一个阳性的名字, 其实我不告诉你, 它词性, 你通过这个罐词, 你是不是也能判断出来, 对不对, 那diandes, 这是牙的意思, 那se peinarse, 你看跟牙相关呢, 是不是也就是什么, 刷牙了, 对吧, 那se peinarse los diandes, 是刷牙, 那么我不加se, se peinar当什么讲, 刷别的东西, 比如刷鞋, 可以吧, 那再比如说, 给别人刷牙, 小时候小孩自己不会刷, 妈妈来给小孩刷牙, 是不是你用的是se peinar, 因为你是逐于发出来一个动作, 放到别人身上了, 那如果加了一个字符代词se, 那就代表什么, 是不是我给我自己刷牙, 所以se peinarse lo diandes, 这刷牙, 那咱们再变一下, 那像se peinarse, se peinar, 它也是规则变位, 规则变位, 那它在我上, 应该怎么变呢, 然后再加上一个字符代词, 在我上, 是不是人称一致, 应该是me, 那这边应该是, cepillo, me cepillo los diandes, 那你说呀呢, 的, cepillas los diandes, 他 también说呀呢, se, cepilla los diandes, 我们说呀呢, nos, cepillamos los diandes, nos, cepillamos los diandes, 你们说呀呢, os cepilláis los diandes, os cepilláis los diandes, 他们你们说呀呢, se cepillan los diandes, se cepillan los diandes, 好, 他们你们说呀, 他们你们说, 好 那接下来看下边这个词 它什么意思呢 泡澡 那像西班牙语呢 洗澡它有俩词 特讲究 像泡澡是 那么洗淋浴呢 它应该是 这是两个词 那咱先看泡澡这个怎么泡 那我泡澡 那就应该怎么说呢 是不是 那应该变成 那应该变成谁呢 大家听到这个 听着感觉怎么不像泡澡 因为 它有浴室的意思 正好是巧的 它是名词 那要说你泡澡呢 那是不是就是 他泡您泡澡呢 我们泡澡听着怪怪的 那你们泡澡呢 Os bañais Os bañais 他们您们泡澡呢 Se bañan Se bañan 没有问题 好 那请大家再跟我记一遍 加深一遍语感 我泡澡是 Me baño 你泡澡 De bañas 他他您 se baña 我们 Nos bañamos 你们 Os bañais 他们您们 se bañan 那刚才我说了一个什么 淋浴 对不对 那淋浴这个词也出现了 那也让大家记一下 因为你平时生物当中 可能会用到 Ducharse 那么我淋浴 我冲澡 那就应该怎么说呢 你应该变味变得 越来越快才对 Me ducho Me ducho 那你呢 De duchas De duchas 他他您呢 Se ducha Se ducha 那我们呢 Nos duchamos Nos duchamos 你们呢 Os duchais Os duchais 他们您们呢 Se duchan Se duchan 没有问题 好 请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Me ducho Me ducho Te duchas Te duchas Se ducha Se ducha Nos duchamos Nos duchamos Nos duchamos Os duchais Os duchais Se duchan Se duchan 好 这是这个Ducharse 那随着一个 这个Ducharse Se让大家练习的这个字符动词 那就让大家练完了啊 然后呢 刚才给大家讲了那么几点 首先一个看了一下它构成 你这个阶段 那见的比较多的 是不是几乎动词加Se构成的字符动词 主语发出来动作又返回到主语本身 对吗 然后再接下来要注意Se 它只是一个字符代词的代表 它要随着动词主语人称去变 不论动词是何为 是何种形式 那是动词原形也好 变位动词也好 它永远与 永语 动词的主语人称一致 在我上是谁来的 Me 对吧 然后你是De 他他您是Se 那么我们是Nos 你们是Os 他们他们你们是Se 然后再接下来 那这个位置刚才给大家提了一点 是不是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跟变位动词分着写 或者放在动词原形后边 跟动词原形连着写 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原形动词后头 跟它连着写 那有同学说 怎么还会出现动词原形呢 老师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你就会发现了 比如说 我再刷牙 这是一个变位动词 没问题 那是不是我再刷牙 这用陈述现在时就行 那这个刷牙 这个动词 是不是正常变 所以Se 是要放在变位动词之前的 对吗 那应该怎么说 没有问题 好 然后如果这个句子变了 变成什么 我马上刷牙 是不是我要去刷牙 还没刷 那这时候 你是不是要出现一个 然后再加上动词原形 表将来 那你看 主语是不是我 那是不是它要在我上的变位 然后再接着 那是不是 在这点就要用动词原形了 在笔下 那这个字符动词呢 字符动词 字符当中的字符代词 那我是用Se 还是别的 你还记得刚才那句话吗 它永远要跟着谁去变 跟着动词主义去变 那它是谁刷呀 是不是我刷 所以Se 激动可变 它要激动到哪去 我上去 是不是 Me 所以不论动词 为何种形式 这个字符代词 一定要跟动词 主语人称 保持一致 你要得比arse 这就理解不了了 那所以只能是 你看这时候 字符代词 我放在哪了 原形动词后 都跟它练着写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也能放在 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你要找清楚 变位动词 变位动词在哪 是不是这个 boy是变位动词 那能不能说 Me boy 也是对的 那我相信 在屏幕面前的大家 肯定会觉得 哪个 你说着更顺口 是不是第一种 更顺口 那有同学就会问 老师 那您看都把字符代词 给它放在动词前 那我还知道 它是字符代词吗 你放心 西班牙人都知道 都清楚 而且还有同学 问那样的问题 就说这两种 哪个用的比较多 都多 所以哪种 你必须都得习惯 Voy a de billar me los dientes 或者是 Me voy a de billar los dientes 好 那再比如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它在洗澡 那这是不是一个 现在时 那这个动词 我正常变就行 在ducha 它在冲澡 对吗 那如果变成这样了 它这就去洗澡 是不是它没洗 它马上就去洗澡 那是不是也是要用一个 yera 加上动词原型表将来 那他去 那这时候这个字符代词永远跟动词的主语人称保持一致 那是不是他洗啊 那你上这个字符代词是谁 第三人称巧了 它正好是 是不是可以说 那要这种字符 我放在原型动词后 都跟它连着写了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是不是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变位动词在那 是不是只有八 所以它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 再有一种是 那如果变成这样了 你要去洗澡了吗 是不是问的是你哦 你要去洗澡了吗 那这个你要 是不是这个动词变位 就得变成啥 然后再接着 那这个字符代词 得跟着动词主语去变 那它的主语变成谁 是不是你啊 那这个你就得变成谁 这是放在哪 原型动词后 都跟它连着写 对吗 那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变位动词 是不是只有八 那我还可以怎么说呢 是不是也可以 好 就是这个 然后 所以大家一定要习惯 C它永远跟动词的主语 人称保持一致 C的位置 那是不是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原型动词后头 跟它连着写 这都可以 好 那这个字符代词 代词是动词 老师就给大家讲完了 请大家再跟我回想一遍 那这个代词是动词 是一个动词 现在大家见的比较多的是 一个极物动词 加上字符代词 C构成字符动词 那极物动词 加C构成的字符动词 你要怎么去想 这小人一出现 你马上知道 我下一步要说什么 对吧 是不是主语 发出来一个动作 又返回到主语本身了 那C呢 永远是激动可变的 跟动词主语人称 保持一致 位置是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原型动词后头 跟它连着写 好 那接下来 咱们就回到书上 出现的这个 Levantarsi 这个词 咱们该讲这儿了 对吧 那Levantarsi 它是不是起床的意思啊 那大家再跟我 变一下词 这个位啊 那我起床 应该怎么说来的 是不是 C要变成 Me Me Levant 大家现在是不是 真正明白 它为什么要放在 这个动词前 因为这个动词 已经变位 它要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 对不对 所以它是 Me Levant 那你起床呢 De Levantas De Levantas 它起床 你起床呢 C Levanta C Levanta 那我们起呢 Nos Levantamos Nos Levantamos 那你们起呢 Os Levantais 他们你们起呢 Se Levantan Se Levantan 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 老师让大家造几个句子 你该起床了 是不是你得起床了 那这时候 大家是不是需要一个 固定搭配 叫做Tener 你不得不起床了 那Tener 就相当英语当中 哪个结构 Have 应该做某事 稍微有点不情愿 对不对 你不得不做某事 你该起床了 那咱们这个用法呢 是Tener Que 后头要加上什么 动词原形 你应该 那你应该 Tener 就得找在谁上的变位 你上的变位 对不对 那就应该怎么变呢 是不是Dienes Que 那再加上这个字符动词 Levantar 大家要小心这个Se 是不是永远要跟动词主义保持一致 这是谁起床啊 你起床 所以Se就得变成谁 De 那我这儿是不是放在原形动词后边 跟它练着写了 Dienes Que Levantar De 那我能不能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跟它分着写呢 可以啊 你要找这个变位动词 是不是Dienes 那这个De 是不是还可以放在它前头 跟它分着写 那就变成了什么 De Dienes Que Levantar De Dienes Que Levantar 这都是可以的 好 Dienes Que Levantar De 或者是 De Dienes Que Levantar